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超 欢迎收看《鹊富休闲投资》 今集想和大家讲一些很奇怪的题目 之前有一套剧大台讲老千的 大家有没有印象 然后媒体、什么周刊 经常有很多报道讲真实世界里面 赌场那些老千的下场 难得有正面的报道 因为他们的报道讲老千的下场挺悲惨 有些被人斩了手斩了脚 然后现在重过新生 或者他没有了两个手指 他还会变牌 这类的东西 我想讲一下其他 例如我们经常看这些频道 或者我们作为投资者 去看一些专栏文章 有很多股票老千 或者楼市老千 我们称之为 那如何去分辨这些老千 可以这么说 想和大家讲讲这个题目 所以说股票的老千 就比较 为何会这么多呢 因为股票老千 因为他没有任何代价要付出 老实说 不会被人斩手斩脚 不会有些什么 最多给你骂两句 so what 下次又继续写 或者最重要的是 他讲的东西有市场 他们通常会找到这些评论员 我现在称之为 去写这些文章 说股票的文章 那这些文章 你想想 就是 你假设你是一间上市公司的老板 你有只股票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会买 每天零成交的 那你都会投行的 一池死水 那所以你就会去找一些PR公司 去和你 将这个股票 在市场上 製造一些Noise出来 最好的 就是配合股市移动 喂 我说 传出有个消息 接下来有个收购合併 将会进行 之前是一个很漫长的草货区 现在差不多时候的了 将会爆上多少倍的了 现在你见他了 真是移动了 你看完这篇文章 也不知道真是假的 按按apps 真的移动了三成 今天是否应该追入呢 你才会提到气氛出来 通常的散户 尤其是全职那些 就是自命新手号 因为走出走入 我天天看着相机 你怎么走得我快 但是股票市场呢 最聪明就是 专收聪明的 尤其是自命那些 收得很金 当然了 他写得出来 那些评论员呢 他不会是 每天都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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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其实这个世界永远都是相辅相成的 有些受众 就会有些供给 我觉得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 作为投资者 就是你懂不懂得去分辨 这些文章 或者这些信息 我很厉害一些阴谋论 什么都是阴谋论 你收了钱说什么 你收了钱说什么 你什么都不要看 你什么文章都不要看 什么片都不要看 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所有东西都是卖东西的 其实是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你看这些垃圾文 你又要看又要骂 又要动气 又要去留言 又有人博 又要复 那你在做什么 你在浪费人生 我觉得反而是说 你应该是 抱持一个态度 有批判性思考是正常的 但就不要什么都阴谋论 我觉得是 有些东西是值得你去吸收的 可能你在当中真的找到一点一滴 你是受益到的东西 那当然又不可以完全尽顺 就是反过来 有些题目 为什么会没有人说呢 或者有些 其实真的很忠实 或者一些很 比较出色的投资者 为什么他们不写东西呢 因为他们买的东西都是 我举个例子 8.23 领会 12号行基 16新红基 都是买这些 那说这些怎么搞错 这些 你讲出来 或者你写一篇文章出来 你妈妈是女人 第二 我相信这些公司 他不会付钱 PR公司 去和他造势 所以 大家都懂 这些 亦都没有一个 收入来源 资金链不会出现 所以 就没有人写 也都写出来 这些会被人骂 比如妈妈是女人 这些赚那么少 你不如告诉我 有一只赚到 有机会 几个月内涨几倍 这些我才有兴趣看 这些东西 发不到达 但是其实 我想告诉大家 很多的基金公司 他平均每个年度 保持到二十几个百分比 或者到三十几个百分比 你股神 都是这些上级的 但是你说的 只是计八二三 他上市十三年 是升了八点五倍 未计收股息 那么很多 投资者 如果你说买八二三 或者是不同的 股票公司 或者甚至乎 Private Bank 里面 其实你做到差不多六成 七成的按揭 再加上Leverage 其实你每年 加上升幅 这个数据是做得到的 甚至乎超过某些年度 那么究竟 正所谓赌合说 你想很过瘾的输 只是很悶的赢 那你自己决定 你自明是聪明的 你可以跑赢的市 走出走入 走出走入 我今年赢三倍 那你很赢 那我就宁愿慢慢满满的 慢慢赢 但是很可惜 这些事情可能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有市场 那希望大家懂得分 哪些是好和坏 不要每次都用阴谋论去看所有事物 因为这样对你来说是没有得着的 今天先说到这么多 喜欢你的内容就给个赞 不喜欢就是连账 以后不说也无所谓 好 再见